下面就不一樣啦 好 那這兩個 哪一個還可以修改它的尺寸長度 哪一個還可以修改 這個因為呢 這個地方的縫分 我沒有留 我沒有修掉 你還可以你還可以留著 還可以留著 就是我車下面 我下面留縫分4公分對不對 我車到這裡它還上去 它可以繼續往下 這裡還有很多 這個為什麼不留縫分 因為它到這裡只是往上折 它就會有一個重疊量 這個重疊量要做什麼用 這個重疊量為什麼要做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個重疊量 這個通常如果做裙子它不會縫死 這個歸它它不會縫死 它是打開的 它是打開的 然後呢 這裡打三角形 這裡把它撤死 因為裙子的下板 它不會把它 表布跟你布固定在一起 可是外套就會 外套 外套裡面有一堆 拉拉扎扎的又燙襯 下一次我們做分板做 就燙襯做什麼 然後呢 就把它蓋起來 那這個為什麼要會留價 你永遠不會是站著挺挺的 但是要往前動 往前動它就會這個拉伸起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會告訴你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是那樣 那不要跟你的其他人說 老師就教我們做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要你要去思考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你將來再做的時候就可以留 然後你說老師留四公分 那如果我通通都不改了 好如果我在層衣上面 層衣上面做的時候 這是比較好的做法 因為這個地方是平的 這個地方是厚的不好看 那我衤衣會不會 你買了衤衣你還會不會再來改 通常很少 所以它就會用這種方式來處理 那這種方式處理的時候 這邊比較平 所以就要做一個動作 好就是我們要開始做之前 就要先做一個動作 首先要開始做整盪 所以呢 我要開始做這個部分的處理 這個部分的處理 那要做什麼動作 好來先做這樣子 兩個的方式的處理方法都一樣 然後你把完成線的部分畫起來 好完成線在這裡 1.5公分 好把這條完成線看起來 好 我發現齁 我沒有習慣用燙電腹 但是部分縫我沒有習慣 可是如果我做我自己的成品的時候 我就一樣 不然的話呢 你如果忽然一定做完了 然後呢 沒燙好 然後黑了或者是破了 那你就會非常非常的難過 所以我們會建議做成品的時候 做成品的時候就要用燙進去 好 我現在看完這個完成線 這裡我們是不是也留了五公分的完成線 好 上去 這樣 好 這樣好了以後 兩邊都一樣喔 好了以後 請注意 這裡是不是完成點 這裡做個記號 這裡交接的地方做個記號 它上面做記號 下面也做記號 這樣 這是重點 完成線 完成線 好了以後 把它打開 這裡是不是一個中心點 這裡 對不對 好 請你 這裡 這裡 把它畫起來 理論上 因為是五公分 五公分 它一定會是一個直線 可是如果萬一你留下面是三公分 這邊是四公分 可不可以可以 都可以 但是它可能就不會是直線 它可能就會有那個斜角度 好 再來留下一公分的紅份 好了 接下來下一個動作 好 然後呢 以這個地方為基準點 來喔齁 那這裡 好 以這個地方為基準點 把這一個錐子壓著放過去 位置對位置 對不對 好 請注意 留下一公分的紅份不要車 留一公分的紅份不要車 它等一下幹嘛 它要跟裡部車 不要車到滿 車到滿你等一下很難處理 好 所以呢 我留下一公分 這裡 留一公分 本來我們這裡是留一公分 那可是燙襯旁側不邊吧 所以呢 我們就這樣 這裡回針 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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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的那個尖角的位置 這樣懂嗎 要翻過去 要翻過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不是會卡住 所以呢 請注意 這個腳把它修掉 有看到嗎 就是這個腳 把它修掉 修掉 把它翻 這樣翻開 燙平 燙平 這樣有沒有問題 同樣的方式喔 一樣 這一片也是喔 這一片只是做這個地方喔 這一片呢 我等一下看看有誰弄錯了 還是只有蹭著這個地方而已喔 還是只有蹭著這個地方而已喔 好 來 這樣 上面不用爪 然後下面五公分 照著完成線套 兩片都一樣喔 所以我等一下不扯 我等一下看那個冠影 好 接下來是不是就剛才一樣的動作 一樣喔 把這一個中心點找出來 這兩個轉甲位置找出來 一個在這兒 一個在這兒 好了 打開 然後一樣 關於你拍的時候就分段喔 不然等一下上傳上去會很長一段甲 我現在其實都放雲端 所以就不會有太長的問題 好 因為我們昨天開會的時候 我現在這一段不要錄起來 好 那同學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這邊有一公分的縫 有1.5公分的縫分 我就對好上面 然後呢 接下來的位置 要注意看一下喔 好 因為我們這裡留了1公分的縫分 所以我對好 東西對好 然後我只要車上面就好了 好 下面的不車 車上面 但是你稍微注意一下喔 因為我這邊車到這裡 車到這裡 就把這一段車起來 但是等一下呢 留下來的部分是這樣的 這一邊呢 1公分 等一下要跟你不接 所以很簡單的 我只要車上半段 只要車上半段 但是你要車之前先注意看一下 我先弄好了以後看 咦 這樣是不是有問題 高低差啊 所以你必須要注意 這個拉下來 跟它是一樣的 因為等一下我翻開的時候 要是蓋得上 不能讓它有太多的落差 你可能在踩步的時候 在側步邊的時候可能會出一些問題 所以你要注意下板的過道 所以你要注意下板的過道 好 如果是這樣 最好位置 車到下板 然後轉角去過 那個還是一樣喔 好了 那我如果從正面上來看 你就做完了 如果你是單層 單層已經做完了 可是如果你沒有裏布 這個地方就要車到底 不能留一個 留一個是等一下我們要車表布 所以你說很簡單 我開岔就這樣而已嘛 那上面還有什麼動作 我可以做 你只要會看這樣 你看所有縫份都在這兒 你看到嗎 這邊是陷下去的 這邊是高起來的 所以後面要做什麼動作 一樣喔 這裡 這個部分 我要讓縫份燙開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 剪這裡 我們縫份燙開 縫份燙開 好 那因為等一下我們會車車 車到這個轉角 然後這一邊呢 另外從這裡車車車車上來 所以等一下我們 我們現在做的是這個工作 你應該做的是這個工作 為什麼縫份要剪斜的 你剪 你剪直的 你要怎麼剪 你要從這裡剪 也行啦 可是從這裡剪 這個會卡住 那我就是剪斜的 這樣 所以剪斜的 我們看看 如果你是做 如果你是做 裙子 然後呢 你又沒有開岔 你又沒有車禮布的話 那這裡要怎麼辦 後面這個地方 就會有人從這裡側一道 為什麼要這裡側一道 固定 固定 還有它就是 因為它有重量 固定會有重量 然後呢 就是要把它固定 不然的話它這裡就是分開 那如果好一點的話呢 我不要在正面有那個 我在這個地方做加插鋒 那就固定了 如果你是裙子 然後沒有裙布 車底 車到底 然後這個就結束 可是我們現在要車的是 外套上面 我們要加上裏布 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裏布的那兩塊布 停一下 因為你的裏布沒有正反面之分 你開哪一邊 你就是要去對照它 等一下我的就是要這樣 這個要這樣 這個要這樣 對不對 對 那個 不懂會覺得怪異的 布總是 對 這邊是直布 然後這邊是這樣 看得懂嗎 有沒有 同學以後就要注意看 那這條是直布在這裡 有沒有這一個 很不聞 我怎麼每次都會做這種事情 我發現你每天好像用這個 好 注意看是這樣對不對 嗯 然後就把這個 翻過來 然後翻過來 然後呢 我們上次是不是有一個 車子點記號 就是留了一公分的縫分 嗯 所以呢 上面這一片 你不管你是坐哪一邊喔 你就是要去對 然後就把這一段 回真車起來 好 回真車起來以後呢 這一塊就在這裡 然後一樣 把黃飯燙開 把黃飯燙開 好 等一下備用 等一下我們就要車 他跟他 好 這次呢 我要車他跟他之前呢 你們有注意看一下喔 等一下會剪開 然後車這一段 然後車這一段 又剪開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 你先弄好 先弄好位置 然後呢 這邊 你會稍微花一點時間 做整趟 把上 因為上面的 位置是騎的嘛 這邊 一公分縫分 燙起來 然後呢 再來 把這個 燙上去 燙到什麼地方 燙到 這個 跟他 放在一起 就是 什麼意思 這裡 縫分是不是對著他 嗯 這樣 就是 縫分燙開 然後一公分燙起來 然後呢 往上看 燙到哪裡 燙到他跟他一起 他跟他一起 就是 下擺跟下擺一起 這樣懂嗎 就是我現在燙的這個 應該是這個 這樣 下擺 對 這樣 下擺跟他一起 這裡燙開 這個跟他一起 這樣 跟他一起 這樣 這樣懂嗎 車 剛才的車 第一洞 車完 剪開 就是 我會把它放在黑板上 就這個 這樣 好 車 腳轉過去 剪 牙口 然後 公分燙開 好 腳步到這裡 裡步就是對 對他 對他 然後你要記得 有留一個洞的這個 車到這邊一公分 然後 燙開 好 那同學你會說老師這邊我怎麼辦 這裡等一下我們會車一段轉過去 再車另外一段 所以你這邊你把下擺的部分燙起來 下擺的部分燙起來 跟他一樣 跟他一樣的高度 跟他一樣的高度 先燙起來 那這邊也是 跟他一樣的高度 先燙起來 就是 然後因為為什麼你 我要先你 燙下擺就是 兩邊的高度要一樣 就是 這個高度一樣 那等一下我們就從這邊車下來 這邊車 然後 解牙口再轉過去 那這邊要摺進去 你先摺這個就好 這個一公分 反正我等一下順著這個走 啊 順著這個車 所以你現在這兩邊就是 以下擺的高度 然後去整燙你的混分 兩邊的混分 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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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著你的完成線 然後這邊讓他行致 這樣 先做到這 就 這個點不會對到這邊 其實沒關係 其實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希望讓他 剛剛好對到那個點的話 那你就是這樣一公分進來 然後對到這個位置 然後就會燙高對不對 那等一下我就知道 我的混分車的地方 會車的很少 所以其實要不要對 其實沒有很絕對 我會還是留回來 原來的位置 但是有一個地方一定要對準 這個地方跟他一定要對準 因為等一下我要從這個地方開始車 OK 好 那位置對好 這下面位置在這裡對不對 然後對好位置 對好位置 那先坐這一邊 先把這一邊固定起來 那他就不會跑掉了對不對 好來 因為剛才關一個就到這裡 那我就車了 是 注意喔 這一個 這一個跟他 跟這個沒有關係 跟另外一片沒有關係 所以只有這個的縫分 跟這個縫分車 所以抓起來 位置對位置 然後呢 就點到底車 好 這個 有 這一個 這一個 一件事 好 OK 先把這個 跑到 後 意思就是 这边跟这条车起来 好那是剩下这边 我现在是测到这个位置 因为那个转角在这里 所以这个待会儿就把这一个部分整理好 一公分的缝分弄好 整理好 然后烫上去 看它原来的跟它一样高的 就烫这样 那另外这一边 这一边会有一点点小问题 不行 好来 这样 剪到你的牙口位置 只有那个大锦刀就行 刚刚那个是一段哦 好接下来到这一个 它要分段车 好一样对不对 好来 现在它做的车的方法 同学注意看一下 我现在要分两段来做处理 这两段呢 就是 这一段要跟它车 来 一样 它的位置 你也可以先做一下整趟 然后呢 把位置排查 这个角 我一下 没关于这个 长度 1,2,2,2 这不够车吗 这不够位置 很像 等我好 因为它的 它的胖度有点不太强 讲一下 很微笑 然后呢 这一点就有问题了 因为我们来留4公分 这一个看起来比原来的宽 那我现在要做了一个动作就是 我要倒 这样 看得懂吗 就是我的这一个转角点的位置 等下这个上面 它一定要可以开得到 所以它会变这样 因为等下你要分两段车 然后车起来的时候 你要可以 这个刚刚好 让它在外面 所以它会变这样 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要做两个动作 1 你要先把它弄好 那第一个动作 你只要 你只要做好了 它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动作 来 第一个 这一条要车起来 打开 然后呢 这一条跟它车起来 好 这一条 车这一道 我们一步一步来 你就知道 做好了 好 来 打开 这个是不是好了 嗯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 下一个 下一个 它 拉过来 车过来 车到 这个位置 第三道我先不车 然后就这样哦 第三道是不是这里 从这里回车 车车车车 车到哪里 车到你的转交电的地方 就车这一道 车完以后 放开来 它是不是就这样 就剩下下半 这样有没有问题 一步一步来 你就会觉得它还蛮简单 这样可以吗 所以先车完到这里 好 下一步车到这里 就剩下下半的地方 那等一下我们再讲下半 那等一下我会先教一下 那个同学的板子 就是你们先坐 待会我会叫同学来看一下 今天有教的板子 很多同学是有相同问题的 会集合大家讲几个之后 你再把你自己的拿回去修一下 然后再来 好 好 就先到这里 先剪了牙扣 然后再来 它跟这个部分车 接下来才是车 这一道 车到也是车到这一个 那个斜边的三角形点 这样 车到这个位置 接下来我们要做整趟的部分 就是你只要这样 把它翻开 然后把红棒翻上去 你看它是不是等高 你是趟 跟它是等同一条线就对了 那这一边也是一样 翻开来 趟上去 跟它一样等高 这个可能有点 位置放逃 然后看一下很高 这边 再下来一些 所以它就是一个 跟它一样的高度 那接下来我们要车的下一个动作 先做 这个部分呢 其实如果到这里 如果是外套的部分呢 这边是不会车的 因为到时候我们要做长针缝 缝在这里 因为下摆的部分 但是车的部分 我都会车 后面有一段翻上来 然后全部用车 好那现在我们要车的部分 要先做一个动作 排好位置 中心排好 下摆位置排好 这里位置排好 它的高度是一样 所以注意看 这里位置要跟它一样 这边就要胆宽度 然后呢 请注意 这个让它充分的回来 不要拉 不要让它这样子 有看到这里吗 有一个小空洞 不要让它这样 好让它充分回来 充分回来 然后呢 位置用好 我会先做一个动作 在边边上挑 挑什么 挑这一块布跟下面那个 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话 你就是用一块那个 尺 把它放进去 然后你就不会挑到底下那块布 意思就是 我挑的时候 只挑这样 这样懂吗 然后呢 要让它过去 那我只是在固定位置 然后这个宽度一样 这个高度一样 挑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下面放一把尺 这样 所以我手伸进去 它不会跳到后面 这样这样 现在这样子就表示 我要车缝的位置 我就知道 好 打开来 打开来 然后呢 它是不是位置对位置 这一点才是重点 打开来 打开来 是不是一样 同样的长度 对不对 好 我开始车 开始车 一样哦 我们是车一公分的缝分 看你就是一样的针 就是这一条把它车 叫我车的车 你关于股票 你关于股票 就把这边积换 把这边积换 然后回来 它的位置仍然在同样一个地方 不动 就是我只是把表布跟你布测起来 好 那你说老师这边有剩下来的部分 这个地方我们会做 这边有一个心指缝固定 这一小段会用心指缝固定 其他的部分他就是有拉伸的 那这个地方跟什么有关 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再讲另外一个秀开叉 再来前身片的下摆的地方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测到底 除非我们原来的位置在这里 他才有办法测到底 要不然的话他就是会有一小段 那这一小段我们就用心指缝固定起来 就这样 那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方法 这样没问题 所以这个最后就是结束了以后 好 这边打开 这边打开 打开做什么 这里 这边跟他做交叉缝固定 他就不会就是不会往下掉 不会跑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弄好了以后 这边交叉缝固定 就是缝紧针圈 这样没问题 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其实他没有 他是还蛮容易处理的 所以今天的部分处理到这边 等一下呢我会集合大家来讲 下个礼拜我们要秀开叉 这个呢就叫真叉 因为他可以打开 秀开叉的部分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